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通常我們這個定位 就是先 先把機器先架設好 架設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開始做那個 做補糖的動作 所以它是用什麼樣的原理 它是用光學 光學 它這邊會打光 打在板子上面 打在反的上面 只要它一動的話 所以它算它距離 然後再去算它的角度出來 用光學的 我們先把這部車 原來的設計角度先給它測量出來 測量以後 我們再去做對照 我們原廠的標準值是做對側 對側以後看哪邊的誤差 它如果是在標準範圍以內 它會呈現綠色 如果是說超速它的範圍以外 它會呈現紅色 我們就從電腦裡面可以看出來 一般這種新車角度會有變差嗎 會 還是會 因為在他們原廠抓的角度 誤差值會比較大 在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比較細微 所以新車有人在做定位 新車我們都建議來 新車來一出廠 很多客人都知道這個情況 新車就馬上來做定位 正常是定位的話 差不多一萬或是一年做一次 如果是說有的是一年開個兩萬的話 就半年就做一次定位 差不多一公里數 差不多一萬做一次會比較好 這要做測量的部分 我們要先架設這個煞車擋桿 先把煞車擋桿當好 這樣做的測量會比較準確 在做測量的時候 盡量人站在外面不要坐在車內 如果坐在車內的話 在做測量的時候 因為人有重量 會影響到車高 所以說測量起來的角度會有誤差 方向盤轉輪胎就跟著轉 然後達到中間的位置 在中間二次剛好是轉腳二十度的時候 目前測出來的角度就是 我們現在測框是在這裡 這是我們原廠的標準值 一個參考值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車型 連份時間在這裡 連份時間都在這裡 現在目前我們後輪的角度在這邊 後輪的角度它有CAMBA 後裙腳跟SELFB的角度 但是它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有看到CAMBA 對照過來還OK 但是它有前速的部分 前速它左右邊一邊是0度07 跟0度14分 上來有點誤差 右邊這邊角度過大 所以說正的是屬於IN 負的是屬於OUT 所以說我們目前 右後輪這一輪 IN太多 等於這樣我們會做一個調整 這個部分 前的部分它有幾個角度 就是前有角度 就是有後前腳跟 KPI就是大黃銷內的前腳 TOLRANTON就是轉向前輪 CAMBA的話就是外前腳 這是TOW 前速 個別前速 這是總TOW 總TOW 兩邊加起來和 還有一個SELFB 就是它的輪理輪之間的軸距的問題 OK 這些全部都 定位的角度 有這麼多的細分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它目前這部車的 這情況 失態 操控 性能各方面 都可以從這個角度裡面 來做一個了解跟判斷 目前依照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部車的後輪 它會吃右側 右輪它會吃外側 OK 再來就是後傾腳的部分 後傾腳的左邊 5度09跟 右邊是4度40分 表示說它的 右前往後收 往後收 右前跟前後傾腳的部分 後傾腳CASTA是後傾腳的部分 等於兩個輪胎沒有對準 右前輪有點往後退 往後退它只有4度40分而已 左邊呢 是5度09分 所以相對之下 右邊有點退後 退後多少 幾乎在這SELFB可以呈現到 負的0.09分 表示說 比如它 退了差不多一個夾腳 有9分下來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會 如果說有做會需要給它做過 要不然這部車在行駛的過程 它會往右邊跑過去 會偏右邊 只有差一點點 但開起來應該會有差 就會有感覺 對 就有感覺 後傾腳的部分 就是CASTA的部分 KPI 就是大王效能的傾腳 大王效能的傾腳 就是我們避震器的傾斜角度 這個CASTA 這個CASTA 就是從正前方看是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避震器的這個角度 這個避震器的傾斜角度 對 左邊14度36分 右邊14度50分 它的KPI 這樣相對之下是還OK 相距之下不到半度 不到30分 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不是很完美 轉向前展的部分呢 當你轉 轉左邊的時候 轉左邊是看右邊的一個角度 是1度09分 轉右邊的是看它的 右邊的轉腳叉 兩相相距之下 也還不到半度 是還可以接受 但不是很完美 CASTA就單純輪胎 與輪胎之間的角度 就是海拉風的話 就是CAMBA 就是這樣 對 一般車的話 就是這樣 對對對 目前這部車的角度 右邊的角度 是1度16分 這倒這樣進來 是1度16分 左邊呢 是0度30分 所以差很多 所以一邊倒這樣子 一邊稍微請誰 兩邊不夠對稱 兩邊不夠對稱 這個部分要看 是否可以調整 如果可以當然我們就給它調整 如果不能調整的話 那就要看 等一下必正經換了之後 有一個變化 如何來做決定 再來就是前數 前數的話 一邊 0度7分 0度3分 都是負的 標準要0度3分 0度03分 這是它的標準 OK 所以才開1萬公里 已經扎這麼多了 對對對 所以新車 大部分我們來的話 就會 有些客人就會知道 新車就來量一下電位 來做 定完以後 這個角度 如果歸位在正常值裡面的話 我開起來就會順暢又會好 開 超過性又會好 現在這是 裝好避震器的 測出來一個角度 裝好避震器測出來的角度 目前後輪的角度 CAMMA的部分是還蠻漂亮的 1度07度08 後輪的TOW 因為我們這部車 Focus後面是QD懸吊 所以它是不可調整 不可調整 再來就是前輪的部分 前輪的部分 你後勤腳 後勤腳有差了 後勤腳 5度4 7分5度4 所以後勤腳可以調 這個也不能調 這個也不能調 只是我們 它設計不讓你調 但是我們如果要調整的話 就是要把螺絲放鬆 去做用特工的方式 這一般就是 在定位上就是可調的部分 調一調 但是 如果說有些不可調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用其他特殊工具 去給它做調整 再來就是 KPI的部分還蠻漂亮 KPI就是避震器 這個傾斜角度 避震器的傾斜角度 然後 轉向時前輪 轉向前輪差 這個部分也還OK 差距也不大 左邊一度21分 右邊一度13分 它差距也不大 KPI的話 它變成就加大了 因為降車高 車高降低的因素 所以它KPI自然就下來了 自然就下來了 所以這個KPI我們要再調整嗎 還是要造原廠 不可以 你如果造原廠的話 車子反而會不會 不好開 反而不好開 因為你車子高的話 角度就正 如果降下 它自然就會 就會比較加大 自然要稍微大一點 再來就是前輸的部分 它是有 因為加大的關係都變大 後輪的前輸也加大 前輪的前輸也加大 所以目前我們可能 要做的部分 就是後傾角跟前輸的部分 避震器有降低 我們要把這個三角架 這顆螺絲 放鬆再重鎖 因為你如果說 你高度是這樣子 三角架是這樣的位置 如果說你車身降低的時候 你會像 那車秤套會受到壓迫 或受到擠壓 然後我們給它放鬆之後 讓它回到 應該有的位置 應該有的位置 所以說這三角架 才不會受到壓迫或擠壓 有一段時間是在製造廠 他們那邊是抽樣 他們都是按照 那機器模式去做點檔裝 做鎖裝 以後呢 再用抽樣的去做那個 那個 做定位 抽幾台鎖 那一出廠量太大 它沒有辦法一一的 對 所以定位都沒有做 很多都沒有做 幸運的話 他們會抓幾台來做測量 抓測量 都大概這個範圍以內 都是就OK了 對 因為它如果說要像我們做外面 做這麼精準的話 做不完啦 所以 行車還是做個定位 做個定位 對對對 今天是因為 圈力太大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自己把它弄到 為什麼會產生 因為 車殼跟你的那個工智梁 沒有對準 沒有對焦 沒有對準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 三角架工智梁的部分 螺絲全部都放鬆以後 再用那個 灰桿特空去給它往前推 推到標準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再給它鎖上 這樣產生過 車殼與工智梁的底盤 都產生過歸位 也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等於是 兩側的軸距不一樣 對 兩側的軸距 就是在貝殼的部分 有點不一樣 影響到我們後傾腳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輪胎呢 要把那個往前移 移往前 那 所以說我們這個 把螺絲放深 空水檔往前移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標準的位置 好 OK 來 過來 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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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調結束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方向盤 固定在正中間的位置 好 所以說我們要先發動車子 先搖動 把方向盤的尖隙 尖隙抓在置中 然後再固定方向盤的固定架 目前電腦螢幕呈現給我們 左輪前面前數是 就這一輪 0度19分 右邊是0度06分 標準只是在3分 所以我們想要等一下 它目前呈現是這個角度 我們等一下調到3分的位置 好 好 現在調的是左輪 標準是0度3分 因為它降低的關係 如果在一度 一度半以上 一度後兩度 這間都是大致上是可以的 右邊做一左邊是可以 因為右邊有路面比較低 所以要補償 補償路面的關係 所以左邊角度大一點沒關係 台灣是左駕 對 左駕 右邊的路面比較低 有排水溝的關係 要排水 所以台灣的路面都是右邊比較低 所以通常我們就 就這樣取右邊角度大一點 來彌補路面的那個傾斜角度 前路角度在這個部分 左邊 CAMBA的部分 前數的部分 總TOTO是在這一邊 這是右邊的CAMBA 右邊的CAMBA 跟TOTO的部分 是這樣 因為後面是固度 挑QVT懸吊的關係 所以它程度的角度就自然形成 這沒關係 前路的部分的話 那個CAMBA的部分 在中間 這個一度五十幾 一度三十幾 後輕腳的部分 兩邊都幾乎快一樣 我們剛剛調的就是這個 這一個角度 對對對 所以抓到比較接近 對對對 比較接近 這樣比較不會偏右邊 因為原先這個輪胎 退貨蠻多的 在前數的部分 它譬如是三分差一分 沒有什麼關係 一對三分兩分 總頭是左邊一邊 這個是屬於它的CAMBA 因為它還有六分的存在 是因為 那個後輕腳差一點點 還有後面的 後面的這個 後軸氣動線的關係 0.04 所以這條線 有點偏差會影響到 一個Sailback的部分 就是這一個的Sailback 這一個Sailback 就軸一軸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們降低車身 會跑掉的是 CAMBA CAMBA CAMBA跟那個 CAMBA跟後輕腳 跟KPI KPI就是大王下路內輕腳 降低的話 KPI 大王下路內輕腳 角度會加大 製程你的CAMBA也會加大 而且這是一個自然行程 再來就是後輕腳 會往前推 因為你高度往下壓的時候 有沒有 他會往後輕腳 會加大 後輕腳會加大 比原來大一點 所以我們一般降車身的話 這個 這一些角度 就是要靠經驗來調整 就不能照延長 對對對 當然不適用 延長角度就不適用了 OK 好 那我們定位大概調整完喔 OK 我們應該到吧 5 5 1 6 6 7 7 1 1 1 5 2 3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